畫面,也是一樣,放在這個,如何下載股市全部資料這邊 裡面的話,我是把它分成四個部分的程式 其實只要你們之前的一樣的流程,反正應該都會啦 複製貼上應該,反正你只要不要貼錯位置 程式應該都可以看到最後跟我一樣的結果 那首先的話,把它展開來,基本上我是分成第一階段就是Shrim Array 所以特別注意,我有把頭跟尾全部都貼上,所以你就直接把頭跟尾的Source全部都貼 但是光這一段程式,也非常多,二十幾頁 所以這邊,就是到這邊,Resource,頭跟尾貼過去 當然這一個部分,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用別的方法,其實也可以啊 比如說你建那個SQLite,你可以建資料庫嘛,可不可以啊 這麼長的東西,你放資料庫裡面,可以啊 可是我們還沒講到啦,所以我們就直接放這邊好了 那也許之後,如果你要把它放在資料庫裡面,當然也OK啦 或者是當然你也可以動態去抓網頁上的資料,再慢慢自己再產生 可不可以?也可以啦,不過我覺得那樣的寫法太高深了 雖然程式沒有幾行,可是會比較不容易懂啦 所以我就用預先把它先做好的方式來處理 OK,第一個就是先把那個我們需要的Array先做出來 第二個的話就介面,那介面裡面其實就多一個Spinner,就這個東西 那Spinner剛剛有同學問說,那個我們的Entries有沒有 Entries實際上就是我們的StarName 這StarName就是那個Array裡面的第一個嘛,陣列 就是那個我們的剛剛上面貼的東西的第一個 那另外呢,請這個Title啦,因為我在字串裡面 我有放一個那個名稱Name,就是叫Title 所以,將來會抓那個Title的名稱 那如果你沒有,你就自己再加一下 那程式碼,其實我想跟之前差不多啦 主要就是說,增加了什麼東西呢? 後面這個,就是那個Extreme UI 這Extreme UI是什麼呢? 因為每一個類股裡面的那個程式碼 其實我主要是抓這個 就是,因為我們那個Yahoo的股市資料 它的後面,最後面呢,它的連結 只差一個地方而已,只差最後這一串而已 所以我就把後面那一串給,就這一串 它差別是在哪裡? 基本上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剛剛那個Yahoo股市 就是,其實每一個開頭都一樣 差別就是最後這一串 所以我把這個,貼上一下 那其實就差在哪裡? 就後面這一串 就是問號後面這個 這個就是網路的UIL的參數 那如果你切到別的類股 它後面呢,基本上呢,除了這個 後面,前面都一樣 差別就差別這個 所以基本上,你們可以看到在網路上面 這一段喔,程式碼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每一個連結的後面這個東西啦 所以我只有把這個東西抓出來 它好像前面一樣 後面也一樣 中間不一樣 所以我就把 總共會有34個 放在這邊Stream 然後其他的話就加一個Spinner 因為我多了一個Spinner 所以我就增加了一個Spinner的物件 然後做什麼呢? 那最關鍵的地方就是在哪裡? 如果當我點擊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Spinner 當我選了其中一個的時候 那我勢必就是怎麼樣? 我前面有講過就是說 我們的編號一定是從0開始 index 一直到往下 那總共假如我們有放了32個 所以一直到底下有31嘛 那如果說他點了10品 那他的index就0 那我就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去把那個我們的陣列 有沒有,會需要放給Listview的那一個 開始 第一個抓過來 放到下面的清單 setAdaptor 那這個時間 這個動作 剛剛講的動作怎麼做出來的 基本上第一個 應該可以看到在這裡 S指的是Spinner 我是set on itemSlate的Listener 那當他做什麼呢? 這個地方 如果 他的Position Position指的就是他選了哪一個 如果等於0的話 後面這個是因為我從那個什麼 之前我們有一個範例 有沒有,選取檸檬汁那個改的 所以後面會有檸檬汁 這個不是真的檸檬汁 這個是因為我沒有把註解刪掉 因為有的時候參考別的地方來修改比較快 OK 如果他的Position等於0的話 那他的Temper Set Temper Set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去抓取什麼 抓取那個哪一個 就是陣列 這個陣列從哪邊抓呢? 基本上就是從 剛剛我們不是貼了一串東西的 STAR1 去把第一個抓過來 抓那個幹嘛? 就是要塞到列設備裡面去 OK 應該了解那個意思吧 如果點了1的話 那點了2的話 就抓第二個 一直類推 所以這邊的話會有34 一直到 30 因為我們0到31 所以0到31 如果31是抓34 因為我終於有扣了兩個 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然後再做什麼呢? 把那個Temper怎麼樣 就是建一個什麼位的Adapter 那這個Adapter是ArrayAdapter 再把我們需要的東西 分別是MVC 然後分別怎麼樣 把它加進 這個最後把Temper這個Set MVC 最後這個是M的部分 資料部分先放在這裡 前面的部分的話是哪一個C? Controller 就是我們這個 class裡面 這class裡面的點列 所以如果你的class名稱不是Stark Stark的話請你改一下 可能你們將來要改一下這裡 這個點列 這個我是名稱叫Stark 因為我的class名稱 那你們可能如果是預設的話 應該是Main Activity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改一下 那還有這裡 R 有沒有我這邊不是Enjoy點R 我這邊是用我的 自己從Enjoy範本裡面 call過來改的這個View 所以我前面沒有加Enjoy 如果說你不行的話 你前面加個Enjoy 你用預設就好了 因為我有增加一個那個就是範本 OK 那最後呢把這個Adapter 放給誰呢? 放給我的那個ListView 它就會幫我把那個ListView 給放進來 所以這個地方做完之後 當我點了其中一個 比如說我點了塑膠 它就會抓到塑膠是哪一個 並且把那個裡面的String Array的資料 放到底下來 OK 那因為呢我也 再從網路上也分別抓那些資料 塞到這裡面來 所以點擊它 台塑就跳出來了 OK 台塑也長 OK 台塑最近長蠻多的 OK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可以快速的抓資料 我想各位試試看 最後底下的那個程式碼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因為跟之前差不多 只是說多了有三十幾個 那最後記得 那個你的Android Manifest 最重要的是這個地方 一定要啟用什麼 你的那個就是那個User Permission 一定要增加這一行 這一行如果沒有加的話 網路就連不上了 OK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就 Permission 部分的話 要加上那個Internet 這個部分如果加上去 那你全部的網路股市資料 就通通發下來了 嘿